啊 就這樣子嗎 就這樣子嗎 啊 說台詞現在 我愛你 再來 我愛你 再來 我不相信再來 我愛你 我用小綠的角色其實大約花了兩到三個月一直維持一個人 所以那時候下戲的時候也是會不知道怎麼跟人聊天 蘋果新聞網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王甄霖 我在四樓的天堂裡面飾演小綠 其實在前置時期就已經開始 就是希望我不要跟自主人員 跟其他對手人員太好 尤其是我只要又有開心的樣子 他們就會很怕我等一下那一場戲 就是狀況回不來 所以我都會 那如果不知道這角色 大家會覺得小綠應該是被罷了 因為真的蠻明顯 就是其他人在那邊聊癡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個人默默 就是因為我都已經化完妝沒事 我還是一個人默默這樣 就是罰呆什麼的 但內心起來頭挺 那時候剛下戲的時候 累積忽然一次太多負面情緒 以前沒有想過的也都全部都跑出來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在一次就是自己狀況很不好的時候 其實會蠻想要去了解 但是自己又其實很怕也不敢 我也有一種也很想要逃離自己這個屈殼的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去撞牆去撞門 而且還會有點輔助欸 就是你要輔助的那個牆來撞 有點像馬錦濤似啊 馬錦濤似那種木偶似 你怎麼講那麼多負面 因為我以前蠻喜歡看球影 心套心套 馬錦濤似 這個 比較溫柔 陳德龍 我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我不會講 甚至連我家人都不知道 你好像就是有壓力 或是難過你就找誰說啊 我會找 呃 我大學同學啊 高中同學 還是 但是會找一個中堅持欸 就是超級好的 都是過半年以後才知道 有時候會跟我家貓講啊 會抱著我家貓褲 會寫日子 中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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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會找第二圈 就是最第一圈 我反而不敢講 他們知道自己是第二圈的人 他們現在就知道 而且第二圈的朋友 都已經在國外喔 因為第二圈喔 你在老哭嗎 有時候想到當下 還是覺得很謝謝 而且 你現在是說 四樓拍完的時候 還是 對 我會覺得這部戲真的 就是 每次看都會療癒到 我現在就是有學會 如何崩潰完 比較舒服 就有點像是 置之死地而後生 你才終於會有一種 我不想要再回到 那麼痛苦的時間點 所以現在就是 比較能夠接受過去的事情 以前阿嬤一個人 所以現在比較能夠 一個人在家好好生活 就是可以知道自己一個人 其實可以很放鬆 然後做自己的事情 比較 比較不怕 其實 不怕被丟掉 好 可樂 連鷹 了 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